身为圣诞节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火鸡的口味层出不穷 本地多家业者下足功夫 推出稍重口味的特色火鸡料理 吸引不少掏客尝鲜 订单同比增加一到两成 记者陈思玄报道 娘惹是污打口味火鸡 融入我国多元种族特色 结合了蓝浆 黄浆 辣椒 小葱和各种香料 为了让火鸡和香料完美结合 厨师还特别以鸡肉取代鱼肉 有了鸡肉和米饭等丰富内馅 也提高了火鸡烘烤难度 厨师在两个小时的烘烤过程中 调整温度至少三次 才能烤出金黄香脆 汁多未美的火鸡 酒店表示 污打口味火鸡深受年轻人青睐 占了总订单的一半 也有业者看准麻辣热潮 趁势推出四川麻辣口味火鸡 厨师采用包括四川花椒 桂皮和八角等12种香料腌制火鸡 最主要就是你要把那个四川胡椒粒的油先提炼出来 我们会先把这个火鸡腌隔夜 在一个麻辣高汤里面腌隔夜 然后我们再查一些麻辣的酱料 在它的肉上中等的程度 所以现在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新鲜出炉的麻辣火鸡 配上酸菜和特制酱汁 势必要征服掏客的味蕾 麻辣火鸡销量火热 占了总订单的三成 谢谢大家